Hello,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在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现在我来到丹东风景秀丽的锦江山公园 锦江山公园是丹东标志性的经典 也是丹东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逛一逛锦江山公园 锦江山公园位于丹东市区北部的锦江山南坡 南距鸭绿江1.8公里 锦江山公园立英覆盖花团景处 一山尽得天下秀 树有东北八景之首的美誉 这个公园环境非常的优美 公园亭台楼阁鲜花圣海 游人如芝 前面是小白桥 这里有一个荷花池 夏天的时候荷花圣海 非常的美 走上小白桥 公园好清幽啊 公园好清幽啊 是市民休闲的最佳场所 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小白桥 非常的美 走上小白桥 亭台楼阁 很有江南的感觉 这边的小黄花 也嗨得格外的娇艳动人 前面传来悠扬动听的歌声 欣赏一下 唱得非常好 现在我们登上景江山 这边还有露营的 从这边上山 丹东的气候非常好啊 现在这个季节不冷不乐 真的是一方清幽之地 哇还挺漂亮的 这边有两条路 走这条路吧 崔薇平 崔薇平经济社 有很多市民在打牌 这个公园环境太好了 从这边上山 山上有一个楼阁 我们登到那个楼阁那里去 这是一棵银杏树 有着八十年的树林 在深秋的时候 黄黄的落叶 非常的美 取通幽静呢 继续往上登 有小路可以上去 我还是走大路吧 上面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 哇好刺激啊 我可不敢做这个 这个太刺激了 继续往上灯 虎原游乐场 我就不进去了 前面是回归阁 我们上去焊一焊 上来了 被树挡住了 这边焊一下 我们继续往锦江山顶上灯 从这里往上灯 就是锦江亭 此时此刻 只有我一个人 独享这片 临近 好幽静啊 这里似乎被我包场 上面就是三郡阁 好壮观 不知道合不可以登上去的 应该是不可以登上去的 那就比较遗憾 哇天空下去了小雨 不能登上去 就不能看到 丹东 全城的城市风光 比较遗憾 现在我来到了锦江亭 锦江亭是可以登上去的 在上面可以俯瞰 丹东的城市风光 现在我们登上去 从这边上 再上一层 哇上来了 锦江亭跟三郡阁遥乡对望 这里可以俯瞰丹东的城市风光 还可以远眺到鸭路江 这里就是丹东 锦江山公园 非常值得一来的公园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多光纽 都 punished 的 看你的 从线